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講話都會 其實不會去特別注意自己的口齒或怎麼樣 但是當我們遇到了挫折的時候 像我自己高中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玩音樂啊唱歌啊 都好像還像個樣子 就是覺得自己在聲音上面有所表現 覺得還不錯 自己喜歡 可是有一天就被同學笑說 你過於不標準 啊你怎麼唱歌那麼好聽 然後我就覺得國語不標準 為什麼不能唱 不是我從來不知道我國語不標準 我從來不知道 有不標準嗎 我那時候唱歌我唱歌還會捲舌 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講話就不會安安不分啊 安安不分 安安不分啊什麼之類的 就真的後來就仔細聽 那時候還用那個walkman有沒有 還錄起來 錄起來聽自己 欸真的呢 以前都只錄唱歌 不過真的自己錄講話欸真的呢 真的真的不標準 所以就覺得啊 那時候就覺得好大的挫折 對啊 所以所以口齒就變成 我自己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外在形象 那時候對我來說是有這樣一個問題 那像你們就是有關於聲音的工作 對口齒一定都有一定的訓練 對啊 所以我是很想要請教二位 你們在口齒上面的訓練能夠 呃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 今天就是一堂課程 正義班的課程 正義班那又是燕姐的專長 欸燕姐 專門教正義 對那是最近這幾年在教正義 不過我從小 我還真沒有碰過人家說我口齒不清 為什麼你從小口齒會清 我也不知道 蛤是喔 那你家的長輩講話 有要求嗎 很標準嗎 呃我爺爺是北平人 但是我爺爺在我五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欸 所以我根本沒有太多的 不是語言三歲是一個很重要的 也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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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從小就會被 人家覺得 呃你咬字好清楚喔 所以後來反而變成我的一個 訓門 對 缺點 就是我一講話 人家就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上課 哦 對對對 或者是說 我要去露宿人 你不夠素 嗯 素不起來 啊 甚至請你把你的那個新聞槍拿掉 啊 對 好專業的缺點喔 對 可是這真的很缺點你知道嗎 CD可以接到的案子我不能接啊 因為我的聲音 我還曾經被另外一位 呃也是做聲音配音的跟我說 陳彦 你就是講話太兇 講到那個 講話太正 嗯 所以你沒有辦法配戲 哦 對 欸 這真的 你這樣講到是 在戲劇圈裡面有時候 他就不是要求 對 那所以後來我就知道 欸那我是不可以自己把唇齒放鬆 嗯 不要咬的那麼好 嗯 就會好多了 也不會給旁邊的人壓力太大 現在不會了吧 你一直沒有給我什麼太大的壓力 哎呦 我不是壓力啊 燕姐都很喜歡故意講台灣國語有沒有 他台灣國語裡面還有北平槍 真的喔 對 被你聽出來 我那天去玩那個台語那個方言測試哈 你有玩過那個youtube的遊戲 嗯 他就是看你是念呃比方說嗯 老咖路咖這種這種音 每個地方的槍不一樣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我大概是我覺得最好笑的是我拿到44分 我算是新北三重槍 我知道還有這種的啊 我要這個傳連結來 對傳連結給我這好玩 好玩齁 不是新北三重人 不是啊我從來沒有去過三重 後來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比方說我們旁邊充斥的這些配音員 或者廣告或者捷運的那個槍調 我習慣了 所以我會覺得我是這個槍 哦 對 那我媽媽就是非常標準的泉州槍 她就拿到60分 哦 她很標準才60分啊 最高72分 怎麼這麼嚴格的測驗啊 對我就看你玩幾分 還可以知道你的那個 真好耶 你不知道喔 真好你有看的 真好 真好沒有勒 真好嘛 真好是宜蘭人的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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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那個不一樣 就有不同的槍 對很好玩 連結貼過來 等一下 我們剛才在講的是普通話 普通話 現在講到台語 對好 鄉親啊 哈哈 求人哦 客人哦 不過我們還是一樣 大部分 因為現在還是 國用國定語言嘛 對 通用的 大部分的商用語言 好像還是中文 還是國語 那這個國語的訓練上面 他就是很強調這些人 對 有的沒有的 所以你自己在教學生的時候 嗯 通常都會怎麼樣讓他們能夠開始去意識到 他們要去注意這些捲舌啊 或者是口齒上面的問題 好一開始當然會教嘛 每個音的發音位置嘛 我會一個一個告訴你 你的舌頭不夠捲或是怎麼樣 好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把它錄下來去聽 你到底捲到哪裡了 啊 對對對 因為你不聽你不知道你捲的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教科書上的位置對不對 我每次都會這個舉例給學生聽 我說 沒有一個人的 齒鱷長得跟教科書一樣 啊 對 所以 我有大舌頭該怎麼辦 我有厚到該怎麼辦 所以就是燕姐講 就是教了 但是你要回去聽 那你的位置要去做微調 去做調整 要怎麼樣 你跟燕姐的捲起來 跟你的舌頭捲起來不一樣 那我要怎麼做到一樣 就是燕姐 這個所說的標準 因為課堂上我會糾正 我會告訴你 但是我說你要記得 因為每個人沒有一個人的位置 是一模一樣 哪怕舌尖前舌尖後 的音 我可能需要捲到這兒 可是你不需要 你只要捲到這兒就好了 是 你就知道了 不用捲到知道 不用到這樣子 我們歡迎報名一對一課程 是燕姐的課程 課程連結在下方 對 真的很歡迎 真的很歡迎大家來一對一 對 那我們就在這一集上面 反正我們也沒什麼好聊的 欸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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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一家好 看我大舌頭踢走了 我們說好要錄10集了 好不好 我們的10集的車馬費都拿了 搞不清詞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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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要招生 謝謝謝謝不好意思 我們也是要做Promo嘛對不對 是 對起來做Promo 然後就是說 欸我們來 分享一些 大家可以在家裡面練習的一些 比方說 像以前我們就說繞口令啊 我幹嘛的這種東西 但你們自己有一些什麼東西是給初步學習的人去學的 我覺得繞口令很好 哦 是哦 嗯 繞口令是一個可以練嘴皮的 嘴皮子速度還有唇齒的 還有眼睛跟嘴巴的反應 對 眼睛 你要看字呀 哦 對 所以你眼睛跟嘴巴要能夠同步 而且要越來越快 哦 可是我會說 如果真的會配音的話 基本上你是心口不一 因為你的眼睛絕對比你的說話速度還要快 哦 對 你可能看到第二句話的話頭 你第一句話還沒講完 嗯 不然的話你不知道你如何斷句 嗯 所以你每個字其實是要有 有決定或者是非常認真的知道 它應該發在什麼位置 嗯 那除了說課堂上教你說 欸你的舌頭對不對 舌尖對不對之外 我都會建議我的學生回去 買一份國語日報 哦 或者是一般那個低年級的繪本也好 有注音的 有注 一定要有注音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 我的知應該捲在哪裡 我的知應該放在哪裡 我的呃跟呃是不一樣的 好 那所以一開始不是看國字 是看注音符號去念書 哦 你只看注音符號去念報紙 看到注音符號念報紙之後 我每個字都念對了 回去聽聽看 是不是跟我在上課學的是一樣 嗯 好 然後呢 第二步就是 同樣的位置 同樣的句 章句可以 一隻眼睛看注音符號 一隻眼睛看國字 要會脫湯呢 為什麼 為什麼 真的正常人做到嗎 因為你要知道 確認這個字 它是發捲舌音 確認這個字是發舌尖音 懂意思嗎 就是說知道不是知道 原來它的注音符號是知 所以你的國字要跟注音符號兜起來了 要兜得起來了 甚至於 我看這個字可能不太確定 我看一下注音符號 哦 原來是安 不是安 那我要知道嘛 因為它旁邊都寫好 人家已經 老師有教 已經幫你講好了 你就照著它念 然後對上國字 那第三步才是把注音符號拿掉 只看國字 就要一步一步上來 然後你直覺反應就是 我這個字就是念 恩 有腳 那個字就是 恩 沒有腳 小弟以前也是有做一些配音 我每次拿到稿的時候 我常常講快了 我就會知詞不分 就不熟 比方說我最近 我不知道我是走進了平行宇宙還怎麼樣 以前 我記得我們都說 戰時 戰時 可是現在我聽到都講 戰時 因為大陸的發音是戰時 內地是戰時 是這樣子 對 我想說曾幾何時 我們以前都講 戰時 我覺得這個是內地影響的 對 關係 OK 但是有一個是台灣人很愛犯的錯誤就結束 結束 對 我想說 哈哈 我就好天不習慣好多人講結束 結束 嗯 就是即使這個字我其實知道他應該是發 知或者知 但是我在看的時候我瞬間沒有連結起來 對 我覺得就跟您這個說的這個訓練很有密 因為注音符號他其實是另外一套於我們認字的邏輯 也就是說你先看這個字 其實你跟注音符號是連不起來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今天學英文 你英文的字每個字母拼起來以後你大概知道他怎麼念 對 對不對 你就會發音了 可是中文你光看中文你不知道他怎麼念 因為他沒有相對應的字母發音陪你 嗯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套注音符號去幫助你 因為以前都是用切字 呃 古的時候傳下來的時候都是切這個字的聲 切這個字的韻 然後告訴你這個新的字怎麼發音 那後來民國19年以後確定了這套注音系統 那注音符號是拿來輔助你認字 但是對成人來說那是兩套不一樣的東西 嗯 你沒有辦法直接從這個字知道的字一個使一個口 你怎麼會認為他念字 對 還有什麼關聯 嗯 沒有關聯 嗯 所以變成硬背 嗯 然後你硬背要如何把它兜起來 所以這個是中文難的地方 嗯 那有的人會用漢語拼音去認識這個字的發音也很好 但是你要確認那個英文字母的漢語拼音 拼起來是捲舌還是不捲舌 嗯 是是還是死 嗯 漢語也有它的規則 對有它的規則 但是你要搞清楚啊 要先把規則 要把規則先背清楚 嗯 就你不管用哪套系統都可以 啊 你就是要知道該怎麼發音 對 那因為漢語拼音就是Siri的長項 我就只會注音符號 欸 漢語拼音 他都用漢語拼音 真的嗎 他打字都用漢語拼音 他打字用漢語拼音 我覺得很簡單 是喔 喔 對我來說是天書耶 不會 就是逼自己去習慣 就是習慣 就是習慣一個月就好了 喔 我覺得還蠻快的 是 那你覺得他方便的地方在哪裡 他方便的地方就是因為那個漢拼就是用ABCD 那我們學過英文打字 我就很好 因為我沒有學過注音打字 真的喔 你好高級喔 我沒有漢節 我們是名傳出來了 那漢節要考試了 你們真的都是專業的 沒有啦 我們以前都不敢學漢節 漢節要被自根啊 其實拆自根就很好啊 所以現在反而拿手機 以前我都還用手寫 我發現哇這個姿勢太大媽了 因為只有阿嬤在手寫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自己我一定要學一個 然後我想喔喔 漢拼還蠻快上手 真的一個月就好了 喔 很簡單 好啦試試看啦 不過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收穫 同學們 國語日報再翻出來看吧 開始定起來 對 國語日報來業配吧 欸很好 真的還是要從基礎開始啦 那那個發音的跟 發音的這個音標跟字 要如何連結 要如何連結 我覺得那才是一個根本 因為基本上要認識他 你知道怎麼樣發他 對 因為你最後會直覺反應 就知道這個字 對這個注音符號 那這個注音符號 他就是要捲舌 他就是要翹舌後根 你就可以分清楚了 還有我多會提醒 爸媽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 對 孩子在學語言的時候 請你們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發音 因為有好多小朋友 在入學的時候就會被老師 就是家長就會接到通知 老師說請你帶他去看那個語言矫正 是不是的齒二有點問題 要開到什麼 爸媽都很緊張 後來我遇到幾個例子都是 醫生說 爸爸媽媽請你們發音 就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小朋友都會學 所以希望爸爸媽媽們 自己的發音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真的很重要 我們家還好 很驕傲的是 是的 我們家老婆南希 她是記者出身 所以她平常講話 她就很注意這個東西 對 她會揪錯字 對 在怎麼說那個在 對對對 應該 應該表達的基本功 還有現在爸爸媽媽很喜歡用Podcast的節目 說故事的節目去餵小孩 我都會跟他們提醒 聽一下這些主持人的發音如何 因為Podcast沒有任何標準 那還是稍微篩選一下 因為我知道有些配音樂也在做說故事節目 就聽一下稍微標準一點 因為孩子 你不要以為他在準備要睡覺 那些都是無形中的教育 就是沉浸式學習有沒有 對 所以爸爸媽媽稍微選擇一下 自己在講話的時候也稍微注意一下 爸爸媽媽別偷懶了 真的 沒有啦沒有 就是真的聲音語言 其實就是我們說什麼文化訊息 各方面 聲音太重要了 因為很多人都忽略它的重要性 但是其實我們的靈魂的傳遞 最直接的其實是聲音 並不是你的視覺外在 因為像我們比方說我們拍片 我騙著拍得再好 比方說訪談 我拍得再漂亮 你聲音掛了就是掛了 收音掛了 那個靈魂就出不來了 那一樣在日常生活當中也是一樣 聲音是一個有溫度的 有頻率的 共振的一個感知 這個真的太重要 對啊 所以謝謝兩位的分享 不客氣 老師上課真棒 所以請大家 那個燕姐的連結 還有那個希莉姐的連結 對對對 還有就是課堂的報名 OK 謝謝謝謝 謝謝 大家支持一下 謝謝